一场名为《万里茶道》的楚剧演出 9月15日晚拉开第九届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序幕 当天上演的青春版《万里茶道》 正是武汉楚剧院青年演员余维刚 今年申报梅花奖时的版本 这也是他成功摘梅之后 这个版本首次在武汉上演 其实这个《万里茶道》的名字 其实确实是非常的大 这个名头非常大 其实就是以小人物见大情怀 讲述的就是武汉人敢于拼搏 勇于进取 然后在这条《万里茶道》上 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余维刚说 回到休憩一心的武汉剧院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表演时会拿出最好状态 和政治情感 来回馈江城的父老乡亲 其实作为我们年轻演员来说的话 你更多的就是 出更多的精品 出更多的力作 展示整个剧种的风采 为整个的戏迷朋友 或者是千千万万的这种观众 奉献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本届戏曲节邀请到曾敬平 汪玉书 成成等1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他们将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交流活动 记者注意到戏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 青春的脸庞 古老的戏院 以创新的方式碰撞在一起 正是大武汉戏码头的全新呈现 因为我觉得现在戏曲 可能也在逐渐地改良 逐渐地进步吧 就是从他的这种各种演员的扮相 包括唱腔 也在与时俱进 可能现在年轻人也对传统文化 更加感兴趣 所以年轻人看戏的也越来越多了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 它是通过武汉画来演唱的 然后这个比 就是比较有地方特色吧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 从武汉发源的一个戏 我希望能够更弘扬楚剧吧 作为地方性的戏剧 据悉维系三周时间内 金剧 黄梅戏 平剧 琴枪等 十个剧种二十二场演出 将在戏曲节期间轮番上演